星期六好了 所以论坛那边有一些人就不会怎样去寻找 那个他们要的东西 所有寻找就好像你的Google 设计 这样子你看你要带的东西 比如说你要找的是PE 所以你就按但是这个是太多了 他面有很多东西 如果你不知道PE是什么 这里还有什么是Price and Name Ratio 但是在论坛那边他有一个东西就是在这边 他之前是没有了现在你可以看到这个 ok 所以我是按左键按进去 你可以看到这贴纸 这个是最基本的就好像这个Google Google 设计 比如说你要找的是PE 在这边 但是这个也是 比较 general就是很普遍的 会找完全目有关于PE的东西 你可以看到Supermax这些啊 Persona这些啊这些也不是你要找的PE 所以你只能看啊这里 你看连带也出来 ok so pretty cyber pacast这些也不是我要找的 然后一直找 这是最基本的一个 ok 然后还有一个比较高级的 还有这里个PEG很接近的这个 嗯 然后这里看有10个 你可以按下后面那边看到 但是我打算做这个 然后有一个就是快速的 这个就是他还有第二个选择就是快速的这个 但是你记得他是在几 几时的 为什么一个小时里面有人更新的 然后他就会限制一个小时里面罢了 看这个意思的小时就是那些 全部人 刚刚更新的 你可以看到这边 嗯 或者是 一个月里面呢 有更新的什么 然后你可以看到更加多 在这边你可以看到 啊这下面那边 有13个 13页 13页 然后 另外一个就是高级的 高级的这里就会比较特别点 给大家看见关键词 这个关键词那边呢 我刚才是找PE的 然后 作者你不要 然后全部主题你可以包括这个 因为这个是投股票主题 其他还是不关系的 这里会减少一点 然后 全部时间定位不知道吗 然后你的 啊范围你可以放在这边 当然知道是 呃 如果是股票新手啊 大概是全部是这边的股票新手 按这个然后按这个 没有 没有 如果没有的话我就 走股 投票哦 是怪不得 投票不管是 啊 股票新手 这个投票的就是 有那些人家按之前 这样投的投票 是不是全部是 啊特特训的主题 所以是可以 不用管他的 嗯 然后按下去 这里就有了 啊 所以你一看到到这里有很多 东西 也是你看到就是 PG直接在第一页 所以啊那里看 啊查询每年PE和EBS 嗯 这里就是股票新手啊 还有看这里 新手一问 怎样判断这样的PE 算高还是低 啊这个也是PE 去哪里找REPE等的这些 你看全部都是 已经有人问过了 这些东西变成一个很浪费的东西 很多新手还是一直问回同样的东西 大家看到这里 公司发红股头疑问 关系到PE吗 这些东西也是有 你要找 东西全部都是在这边的 你看这请问PE要用Basic EBS算还是用Direct EBS算 这些东西全部都是有了 看股票价钱还是PE呢 啊这些也是有本益别啊 这个就是你要找东西 看这里你就还要看很多个 越多人查看了也是比较 啊热门一点的 然后你看到这些就是9315次查看的 所以有人按去9300的话 你可以看这个 嗯 啊KICPE这些一大堆PE的东西 so 这个就是如果你要回去你之前那个论坛的话 你可以按回这个 翻回首页 啊翻回首页那边按论坛 那就回来哦嗯嗯嗯嗯 然后这个就是这么简单的 谢谢 谢谢